北京时间1月23号广东和青岛的比赛 这场比赛第一节广东太低迷了 一直都是劣势者 最终造成青岛占据球场上的优势 不过凭借莱多首节末端的压哨 帮助球队缩小到2分 来到第二节 广东队逆转比赛之后 半场结束4分领先青岛 而这场比赛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方面还是莱多 就上场来说 莱多出现了两大隐患 一个是慢热 上半场一直都在打铁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融入球队的体系 攻守两端一直都在晃悠 他还是需要时间来融入球队 但三分方面的展现还是可以 半场4中2 造杀伤也不差 只是打铁太多了 空篮好多次都没进 但对于徐杰和胡明轩来说 他们两个主导了逆转 其中对于胡明轩来说 今天的状态完全回升了 半场比赛3分4中3 坎下了11分 他在球场上一直都在保持足够的侵略性 别忘了 胡明轩还是带伤作战的 还有就是徐杰 在第二节连续命中两个三分 帮助球队死死占据比分上的优势 而他的感冒依然还没好 只是上半场广东队的失误太多了 特别是第一节 疯狂失误 不断给青岛轻松的机会 而且第二节依然保持一个高失误 半场送出了12个失误 这样的失误是极为夸张的 同时对于苏伟来说 他在球场上的速度是真的辣眼睛 特别是首节 他又出现了伸脚的情况 引发了不少人的谩骂 而且这几场比赛只要苏伟出现在比赛中 球队就会被拉开 甚至一拿球就慌 不是走步就是犯规 反观青岛这边 三大球员的发挥属实夸张 其中王瑞泽12分 张成宇9分 还有威尔斯12分 他们三个半场合力送出了33分 这是青岛一直都在紧咬比分的关键因素 但吴庆龙的战术太糟糕了 约翰逊在球场上一直都在折返跑 造成他在球场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反正这种决策 引发了不少人谩骂 还不如别上他呢 如果一直给约翰逊战术 半场结束青岛早就领先了